我本想过几年去澳洲看看您 结果来不及了 我本想把生活处理好 再跟着师父好好修 结果来不及了 我本想再过几年 就去师父身边 跟着进观音村 结果来不及了 我本想等师父八十岁 就好好为师父祝念 结果来不及了 我本想等师父百年 守在师父身边陪伴最后 结果来不及了 其实我都想到了 会有那么一天 但是我没有想过会是今天 无常让师父的生命来让我认识 苦空用师父的突然离开 来让我感知 缩婆世界的短暂相遇 让我知道时间需要珍惜 缘分需要珍惜 我很愧疚 总以为还有时间给我安排计划 没有好好珍惜 没有马上行动 我也很幸运 在您短暂停留缩婆的岁月 我还是有与您接触的点滴回忆 缩婆是苦 菩萨更苦 普度众生的菩萨是苦上加苦 您所承受的苦难 我都没有勇气想象 我们心疼您 可能不及菩萨之心 相信菩萨的安排是最好的 肉身之苦 不用再受 您的法身依然会照服朱弟子 我的师父 他只是去了一个更远的澳洲 在那里继续他对我们的爱护 等着我们去那里见他 师父 弟子们一定谨记恩师教诲 言持戒律 勇猛精进 心怀众生 救度有缘 不辱师门 祈愿恩师 圆满功德 圆成佛道 功德无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